各位好,我是鮑威署,海大署委員會寫在電腦公司的掌聲明安靜 此次的法庭的說明會就由我們來會各位報告 公司的法書會內容是不同的項目 首先會為六位介紹我們外大經濟客人隨時公司的業務 我們公司的主地產品及未來的發展程序 最後則會簡短說明下半年我們可以進行 目前整個機款區分為大塊 我們公司後買大負責了數位娛樂與商務服務的項目 歐富寶和預介客機也負責了經濟業務的項目 經濟業務區分為電子支付與第三方支付 首先先介紹一下外大負責 我們成立的時間是1999年 主要的業務範圍為端手遊等帶領發行 陸續要增加的虛寶交易平台數位娛樂經濟支付 主委商務服務的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是累積了1000萬個支付之會員分數 歐富寶電子支付 董事長是由詹愛珍女士擔任 主要的業務範圍為行動於電子支付 歐富寶是第一家區域電子支付製造的業者 目前累積的會員處也為委員服務 理解科技 董事長是由林爵惠女士擔任 業務範圍是以第三方支付 物流電子發行為主 是台灣從事第三方支付業生中最久 目前也是最具規模的第三方支付 那歐買大集團主要的嚴格 1999年貿尾科技成立主要的業務為代理 單機遊戲為主 2011年我們以貿尾OMG數位科技 正式核酬掛牌上市 同一年我們看準電子第三方支付的商機 正式成立於貨富寶的電子支付 那在2013年為了擴大金融的業務範圍 預見科技正式加入OMG幾位 集團發展軍貿會等金融服務 2016年通往開業在台灣 是第一家取得電子支付的 製造的一個機構 那在2022年 預見科技核酬掛牌 為售家上櫃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並同時傳托至加力科技 預用交換支付來拓整現家 燒港金融 連PLO無卡微信業務 那與此同時 通過貨買中心審議通過 而申請登陸行會 而成為業界第一家完成共發的 電子支付機構 那在2023年 而集團響應政府發展 電子支付的發展政策 算限第一家加入基礎QR 等於支付行業的電子支付機構 並容負財經公司 這張表示主要是說明OMG的一個成名大事件 我們在2006年 OMG語氣派對平台正式上限 當時我們有滿多的創舉 很多 而在當時的線上遊戲剛開始 很多機制都不成熟 遊戲裡面充滿著外掛 跟領導人謾罵 招詐騙等到帳號的時代 我們創立了 剩餘意沒有的原則 跟玩家的事實 這些規範都是為了營造 玩家在遊戲裡有良好的體驗 像是網絡也啟動遊戲 放到卡電話署 客服三班子 這些制度跟技術奠定的 OMG在遊戲業界的黃金年代 所以因為有這些技術跟制度的建立 同一年 500R的第一款 現在遊戲飛飛奧 那公司也在投了9顆而已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在經濟發酵 那LUNA的LUNA online推出的時候 遊戲人物和iPhone 大收入玩家喜愛 在當時的同時上限人數 達到15萬元 也將OMG當年的EPS的行價 高達82元的計劃 2009年 網頁遊戲行刑 在現今串接社群平台帳號 市委員 和普遍一些很正常的一個模式 在當時是一大創新 那時普遍認為 會員是靠自身平台的 申請出色機制才是會員 在串接社群平台帳號之後 會員暴增40倍 也為這款MFO的網頁遊戲 重申得多項獎項 在2012到2020年間 之後10年間 我們也陸續推出多款爆款遊戲 例如端油的Terra 救世者時速 手遊經濟835 Luna 歡樂派對等 工作行為的產品 在2002年後 2022年後 公百大轉型到金牛服務 繼續升任 我們在自身以遊戲產業的經驗 打造多個很符合 業界使用的金牛商品 如續保交易 開業的支持服務等 這十幾年來 我們從遊戲轉型到金牛的發展 也證明了團隊隨時都在關注 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來做改變 這也呼應我們創辦人的狗號 創新變詞 一直以來 OMG都留著這樣的DNA 在做創新的優化 那接下來會 開始為各位介紹 OMG出來的影響內容 幫助全班位金牛市專位 因為線上遊戲虛擬一二 而擋造的新一代金牛產品 我們提供了API 跟SDK量頁程傳接 遊戲或電台上 能夠廣泛運用 那Fundpoint的付款方式 也很多元 除了信用卡和ATM虛擬帳號等 線上的交易方式外 快速收款連接 可作為虛保價運用 或存在經營玩家 BIT玩家時 一個課程號的結商工具 那我們為了滿足 玩家在虛保交易的 大需求 我們推出了全新的虛保交易服務 以使用者的考量 兼顧了便利 安全性 玩家只要去 只需透過BIT上 快速堅定的交易連結 就可以實現虛保交易的收復 那 我們這個虛保交易的服務 也通過中華民國的專業 核准申請 證明其特更創新的信用 在後疫情時代 在企業商家加速數位繳型 OMG實訊圖 創造線上遠距離 完美客戶的服務體驗 我們推出的商務服務產品 簡訊電郵網 嘉義經濟的來臨 我們讓直播導購成為一種 新的消費模式 根據我們的研究資料顯示 透過直播主現場的感染力 而消費者回路的網路 轉化力會高達到第30 是傳統電商的10倍 那直播導購網 是百大推出的直播購物平台 只要有粉絲團 就可以輕鬆串接直播導購網 玩家在留言板 直接喊關鍵字嘉義 並一起承擔 我們結合子團的一個 競有優勢 讓直播主員 在手動花費人力在處於 訂單及物流的繁榨事項 交給直播導購網 一次可以搞定 那OMG跨時代的一個 AI遊戲作品 LUNA AI月神之遠征 在今年的10月上線 LUNA AI月神之遠征 是台灣第一款 結合AI人工智慧 技術開發的手機遊戲 可以讓玩家感受到 嶄新的LUNA冒險片障 及絕心的AI新世界 OMG從金流產品 商務服務到遊戲 再在這裡 OMG持續在數位存在 發展策略上前進 多元化發展式市場面化 隨時調整 而不是專注在遊戲上 在發展策略方面 我們以生跟遊戲產業多年的經驗 結合運用創新思維 為玩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我們除了在遊戲裡面 集中活力 也持續開發最適合 產業鏈的應用工具 例如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新型專利的一個 通訊軟體虛保交易平台 為玩家打造更貼近 生活的一個交易模式 我們還會 線上遊戲考驗、數位娛樂品牌、虛擬服務 商家等提供全單位 線上、線下點數組織的方式 來滿足 玩家的不同需求 總結一下 我們在線上虛擬娛樂業務上面 所取得的部分成就 第一個 我們擁有新型專利的 通訊軟體虛保交易平台 第二個 我們會線上遊戲同業 提供全方位線上的 連續組織與交易的方式 讓我們同時 提供了衍生的行銷 與商務公司工具 從行銷、直播導購、 金流支付等整合性的 數位商務服務 透過我們不斷的創新 跟努力 我們可以為玩家 與業者提供更好的 服務與體驗 最後一部分 我們簡略說明一下 2023年期間 下半年的一個水溢 由 由合併水溢表的營運數字來看 近五季的合併水溢表 程度下降 每季合併的營收 約11以上下 每季合併的機率率落在 23、26% 第三季的EPS 約1.43元 由趨勢來看 集團的營運狀況 並持續的在過預 而公司也 能不斷的發展 新型態的業務 並持續為公司的營收帶來成長 這些新型態的業務 將會 為公司帶來新的營收來源 並有助於公司 持續的成長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